好,那我们刚才共读完 我们听到几个关键字 尤其是第一段 一开始讲什么 跟标题一样 它说欧洲各国 对吧 那你觉得在户这个地方 是欧洲各国吗 本来是欧盟 因为它后来有补充一句 比如说第二段,是吗 第二段它说 欧洲各国宣后实施各项协能政策 对不对 但是重点句 欧盟其余26国的能源部长 除了匈牙利之外的26国 他们赞成自发性减少15%的冬季能源用量 没错 对,那你觉得 这个欧盟其余26国 是户吗 是欧盟 你觉得是欧盟 那你再听听看 第一段的第四小段 欧盟部分国家 已开始实施节能规定与措施 对哦,应该说欧盟部分国家 你有没有听到三层 对 第一个欧洲国家 第二个除了匈牙利之外的26国 第三层叫做欧盟部分国家 对 那应该说欧盟部分国家才对 对,那欧盟部分国家是哪几国 这份报道里面报道了几国 七国 对,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who 就是这七国 所以你就应该要写欧盟部分国家 因为原文是这么写的 第一段的最后一小段 对 那写的更棒就是加一个跨弧 把后面的七国写上去 第一国是什么 法国 你还记得,厉害 第二国呢 妈妈说那个国营企业很多 跟台湾很像的 呃,西拉 对 厉害 再来就是这一次 深受其害最严重的 你可以写个法就好了 打个法 然后斜线 然后就可以打西 不然会打不下 西拉 你要打完整也很好 只是有时候格子不太够的时候 可以学着剪血了 长大了 再来最深受其害的是哪一国 这一次这个 德国 对 俄罗斯的事情 德国 那再来我刚才 不是开玩笑说 哦,果然最能有资格保障人民 生活不受影响的 就是最 西班牙 对 最不受俄罗斯制裁影响的那一国 很好 你读过都记得哦 好,那再来是 他们的政策跟德国很像的 伊大利 在英国的上面 爱尔兰 对 棒 然后再来才是 你刚才说的 哪里 对 还没做就下台了 但我们也读了一下他想做什么 我们看完也觉得他果然会被下台 管那么宽 对啊 好 那最后呢 那个高速公路网仅次于荷兰的 呃,应该是那个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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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十二升 比例 十 对 很好 OK 那what你一定没问题 what就一句话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第一段的 最后一小段 欧盟部分国家 已开始实施 节能规定 与措施 其实就是这样啊 嗯 节能规定 节能规定与措施 节能规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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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一个日期会适合这一篇的答案吗 你要不要看一下第一段 topic里面的最上面 欧洲正值炎热夏季 破纪录高温与热浪频传 所以他们才开始有下面这些 欧洲的炎热夏季 所以应该是20 什么 22年的 那什么 会比较好 欧洲的炎热夏季 对 可以啊 没有炎热也没关系 至少我们要把年份写出来 那虽然说他这是七八月的时候的报道 应该说他是八月八号我们看到这一篇报道 然后他讲的是上个月发生的事情 可是其实整件事情是发生在乌尔战争开始以后的夏季 所以我觉得2022年的夏季是最好的时间定义 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 好你要加炎热也不错啊 因为你的意思是你想要把这个时间给形容出来 但最简单的写法是2022年的夏季就可以了 好那再来剩那个Y跟号会比较难一点 那你觉得Y要怎么写 Y应该就是 全球 全球暖化跟无恶战争 因为你觉得热浪频传是全球暖化 对 然后你觉得 立即的那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吧 是无恶战争 那我写了 OK啊 我觉得不错啊 你用你自己的话写是我最赞成的 所以Y在解释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 对解释哪一个 我们一般都说Y在解释哪一个 W Who What What 对 很好 好 OK 不错哦 我觉得你可以用全球暖化来 说明那个破纪录高温与热量频传是不错的 OK 那你现在在定义外那么快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号了 然后呢 如何发生 所以号要说明谁 号要说明 when 号要说明what 对没错 就是一层一层很好 OK那你自己定义了全球暖化 还有乌尔战争导致了what 对不对 那号要怎么去写呢 一般我们号会谈到 有没有什么方法 有没有什么plan 你还记得吗 记得 有没有什么方法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他有可能是分析那个why发生这件事情原因的一个更详细的解释 也有可能是提出 对很好 那些国家是他们的政策 没错 没错 可是怎么办这么多个国家 你写的完号吗 不得 所以这样理来说应该要写 why的颜色 其实都可以 应该都可以 我只是想问你 我并不是否定你说那些国家的政策是不对的 只是你要把七国都写上去吗 不对 对不对 欧盟各国提出节能政策 应付全球暖化 无恶战争 造成的能源 能源 吃手 吃法 吃法 非常棒 这句话写得非常棒 或者是能源危机 他的原文用能源危机 非常棒 你这次想出来的号 非常棒 谢谢大家 小白红薄 卦大红薄 放装 红薄 字也都答對 好 寫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用口頭分享就好了 從報導中學習到的新知識 我從報導中學習到了各個國家 他們實施的政策都不同 他們都是用不同方法來面對一個同樣的問題 就是人言缺乏 媽媽覺得你的說法比較像心得跟感想 但你注意看他這邊比較像你A3000遇到的 他問的是information 我學到了各個國家他們的政策 對能源缺乏的政策 所以要列舉 你如果記不起來我們就再回頭看 你先想一下國家 像是法國啊德國啊比利時 那前兩名有印象的呢 因為對你來講不可能都是新知識啊 也對 你比較有印象的 那我覺得前兩年 我覺得前兩年 最有印象的 應該是 新知識應該叫做你本來不是很懂的 嗯 那如果這一篇你都懂 都聽過 那當然可能就找不出來 比利時跟法國 比利時的什麼 比利時它高速公路的限制 因為我們台灣不可能把燈關掉 所以讓你覺得很特別 是這樣嗎 嗯 很好 你還記得比利時是高速公路 因為它擁有次於荷蘭全球第二秘的 我想改一下 我想把法國改成德國 OK 那德國呢 我覺得他們 他們倒是 熱氣有點開太冷了 22度開到26度 這加是26度開到27度以上 所以德國的新資訊 新知識讓你學到的其實是新八卦 對不對 我們才知道說原來德國會缺電視這麼的好命嗎 會 OK 那我們今天告一段落了 好 很棒